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02年来到中国来到广西一个大学的 我在这里完成了本个学业 今年又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 九年的时间很长 他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小孩成长为一名医生 也让我从一个老外变成了一个老男女 九年的时间也很短 不知不觉中 我就要离开母校 离开南宁 我心里是多么的不少 我相信在座的毕业生都跟我一样 留恋相似的老师 留恋相知的朋友 留恋美丽的校园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 我学会了 从思考中 决立自我 从科研中尊求真理 从努力中把握自主 从时间中 应得价值 从拽求中 获得力量 也从厉害 也从厉害中 懂得了 报答与感恩 感谢母校 为我们提供了学习 求职的环境 为我们 正常 正采 构筑了 建设的平台 感谢老师 三年 你教会我很多 借着机会 让我深情的 道一生 老师 你幸福啊 感谢父母 你们总是 默默的付出 将 朴实无花的爱 融入生活的点滴 谢谢你们 二十多年来的 担心如苦 感谢同学 三年里 我们互相扶持 我想大家 会和我一样 永远珍藏 这份情感 毕业是三年研究生 生涯的精彩谢幕 更是下一段 真正的 尊重开始 让我们 满怀感激 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努力 拼搏 书写更精彩的人生 最后 祝广西一个大学 明天更美好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